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兔妈妈看了看小白兔和小灰兔采回的蘑菇 然后把小灰兔采的蘑菇扔在了草地上 兔妈妈说 小灰兔 你采的蘑菇都是有毒的 兔妈妈表扬了小白兔说道 小灰兔 你看看 小白兔这样的蘑菇才是能吃的 下次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替妈妈讲完 再去做事情 不然要是吃了有毒的蘑菇 或者做了有危险的事 那后悔都晚了 知道了吗 说完 兔妈妈奖励了三个蘑菇给小白兔吃 小灰兔说 我知道了 妈妈 我以后也要认认真真的听妈妈讲完 从此 小灰兔每次遇到不明白的问题 就虚心地请教兔妈妈 当然 也就很少犯错误了